大家好,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1月13日,台灣大選落幕,賴清德成功當選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 有人發現,其實早在12年前就曾有面相大師預言, 他有總統命,今天看來,此話真是不虛。 既然昨天可以被預見,今天又可以實現, 看來一切果真都是安排好的,名類又無,一切天注定。 1月13日,64歲的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和蕭美琴以558萬票當選為中華民國政府總統。 這結果也讓民進黨成為第一個連任三次執政的政黨, 也打破台灣白裂政黨輪替的魔咒。 賴清德贏得大選後,面相學大師蕭雙居士2012年的預言被劃出。 2012年1月,蕭雙居士在鄭宏儀於美人的政論節目《新聞滑滑話中》 通過面相分析過多位政治人物的未來發展。 他認為當時是台南市長的賴清德,面相不輸給前新北市長朱立倫, 大姓國民黨主席吳敦儀,前台北市長郭隆斌,立法院長蘇嘉全。 當時蕭雙居士表示,他在10年前就認識賴清德,賴生得好,掌相好,做人處事有分寸, 講話客氣,沒有滿省外省的觀念,相當看好他。 蕭雙居士還認為,民進黨中生代方面,賴清德的面相勝過中生代的其他幾位政治人物。 他說,就以面相看,他十分看好賴清德未來的仕途,還大膽斷言, 民進黨之後是賴清德的天下,推測賴清德有總統命。 有人可能會想,會不會是因為這位蕭雙居士認識賴清德, 而且與他有接觸,本來就因為賴清德的掌相和接人代物有好感, 所以才會有這則語言。 但事實上,除了這則十二年前的語言之外, 在2021年也有人為賴清德看過相,下面我們來了解一下。 2021年8月16日,明理專家小孟老師在TVBS論證節目《新聞迪吉辯》指出, 賴清德是龍臉,臉被皆長,眉目屬於長壽眉,也稱帝王眉,有王者之相。 小孟老師說,雖然目前看來蔡英文比較看好鄭文燦, 但賴清德格局更高,她現在就好像旁觀者觀大局, 而且背後一定有高人指點,被她下指道企。 關於2024年台灣總統選舉,誰會贏的問題。 封水號在年尾的一次預測中就說,這個無需預測,我早就說過賴清德會贏, 其他的候選者一個不夠資格,一個八字被賴清德咬住,富豪割台命就退選。 看完這些命理詩的神準預測,不知道你對人的命運有詞怎樣的看法呢? 是不是覺得這些命理詩只是碰巧合呢? 還是覺得人的命天注定呢? 下面我們再跟大家談一個與命運有關的真實故事。 喜歡宋詞的朋友,可能有讀過朱福所寫的《儒家傲小雨簽簽風細細》, 這首詞也被後世讚嘆為千年之後都沒有人超越。 朱福的爸爸朱林是人中王又元年。 1049年,奉經那一榜的進士,40歲的時候就越太理事,成退休。 朱林閉門借客只是喜歡和一個名叫朱曉蓉的高僧來往。 當時朱福和他的弟弟考了多次還沒通過國子鑑的選拔試, 都被朱林帶在身邊。朱曉蓉善於面上。 有一天,朱曉蓉強迫兩個兒子穿戴整齊,想求朱曉蓉和他看相。 朱福一出場,朱曉蓉當時就很害怕地站起來說 這就是下一科的狀元了。 老曾從此不再跟人看相。 專等你的好消息。 欺靈五、1072年秋天,國子鑑又要舉行選拔考試了。 朱曉蓉跟著朱福兄弟兩個一齊來到京城。 朱福兄弟寄居在開寶寺。 朱曉蓉投縮至海蟬塞。 這一回朱福通過了選拔試。 第二年省市又考休等,但電視那時候就病了。 簡直不可以詐拔當然,他還是掙扎著去參加。 當時電視中貫徹的是黃安石的新經義, 一般人士還沒怎麼掌握。 而朱福偏偏將黃市的經義記得難授。 可惜身體狀況不佳,只能順手回答所提問題。 膠卷後,他自己也覺得很不如意。 由於膠卷較早,北宋第六位皇帝。 也即是宋晨中,趙玉還沒退場就親自看了, 覺得很適合自己的心思。 很喜歡,出場之後,朱福自以為決不會有好名次了, 心情不太好。 經常和國子監的同學下棋解悶,每捉著一個棋就罵一聲, 托路。他恨朱曉辱騙自己,以為自己前途無望了。 誇張地說,簡直連想死的心都有了。 唱名的頭兩天,有一個讀書人來求見。 唱名就是為了表示對電視的重視, 採取由皇帝親自林軒唱名的方式公佈考試結果。 林軒唱名始於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趙光義。 朱福當時啟慶靜農,就索性叫人回絕了。 不肯相見,但過了一陣,那個人又來了。 並且直接大聲說,希望能見見朱先生。 朱福對著自己的博人大叫, 這個肯定是省市落榜打算回鄉的。 同學勸朱福說,說不定是什麼事,見一見又何妨呢? 朱福才出去,剛剛請那個人坐下, 還未來得及客套,那個人就將朱福請到一邊。 在他耳邊低聲地說, 我是梁預約的門客,預約叫我來報告捉下。 你的卷,皇上已經放在藏元的位置上, 才讓你透過喜訊,今後就不要忘記我們了。 朱福聽了這個中榜的小道消息後,連連點頭答應。 等到他回來和同學跟著捉棋。 再捉棋那陣,手在那陣。 內心歡喜的為什麼都克制不住。 同學發現他表現異常,就一再追問。 他只好一如貫徹相告。 這一下,他又想起朱曉榮老爭的話, 那盤棋就不捉了。 匆匆說得朱海蟬殺找這個奇人。 朱曉榮聽說,朱用來了。 出門迎接,握住手問。 還沒有唱名,為什麼來見老爭? 肯定是得了什麼消息了? 朱服說,很久沒見,想來看看你。 老爭說,為什麼不老實告訴我, 當年逢經唱名前,也是像你這種情形。 朱服不好意思再隱瞞, 就把剛才多來的消息照實說了。 朱曉榮很高興。 吩咐擺酒約客,還對朱服說, 我告訴你,固然是很有根據的。 但是還有一個人還沒見, 應該請來一起喝酒。 講完又提醒說,這個人衣著藍樓。 但你不可能有絲毫的輕事, 也不要提問,你一問他就會走的。 按朱曉榮所說,這個衣著藍樓的人 一定是比朱曉榮還要高明的異人之事。 隨著觸火的移動,朱曉榮在走廊 引進來一個好像乞衣的人, 見了朱服也不怎麼去打招呼。 走到去,直接坐了上座, 開始互相都不說話, 一起喝了一口酒。 朱曉榮這個時候才慢慢開口說, 這位青年人在等待唱名, 先生能刺目一觀? 那個人問,你覺得怎樣呢? 朱曉榮答話, 我看他可不可以做狀元。 那個人搖搖頭說, 第二名朱曉榮靜靜踩了一下朱服的腳, 暗示他先離席, 再單獨扣問。 想讓這位高人說明白一些, 沒想到這位高人只是說了一句, 嘔數多, 就匆匆離席而去。 第二日飯後, 朱曉榮帶著朱服在閃殺散步, 慢慢度到門口, 遠遠見蛇中, 也在寺院走離。 蛇中是兒輕歷史上第一個狀元。 朱曉榮情不至今拍了一下大腿, 驚嘆起來, 對朱服說, 我開始一見你, 以為天下之靈氣盡在你身上, 不知道還有這個人。 朱服說, 這是常州的小石, 我認識他。 為何突然提到他? 朱曉榮說, 你怕的只是這個人。 昨晚聽到, 偶數多之說, 今天又見了這個人。 你這次的名次就清楚了, 原來朱服選拔市。 省市名次都是偶數。 等到唱名的時候, 也就是公佈名單的時候, 確實如朱曉榮所預料那樣。 來自如興的 蛇中真是第一, 朱服第二。 事後, 朱服前去拜謝朱曉榮。 朱曉榮安慰她說, 你屈居第二, 福氣就比她大, 依今日的日神。 照我的辦法推算, 這一科做狀元的人, 她的官職到不到是從。 是從就是各部落宗、 士樂、漢林學士、 比士忠及電閣學士、 直學士、代祭等。 就是經常陪伴皇帝的意思。 後來蛇中僅僅僅 官至著作阻狼、 正百品及湖州之州。 朱服就官至中書社人。 禮暴是樂。 果然官文和名氣都超過蛇中, 一切都如朱曉榮所預言, 一點後來都不差。 在這個故事裡, 朱服在電視時, 由於生病自認為考得不好, 不會有好名詞, 還認為朱曉榮欺騙她, 而罵她是禿路。 但是後來經高人確認, 即使考得不好, 還有個第二名, 結果亦如高人所預言的那樣。 但是為什麼明明朱曉榮看到她是狀元? 而最終就只得綁眼呢? 這裡有沒有她因為不信, 而不停地罵朱曉榮, 結果就造成口業的原因呢? 但按著小道消息來看, 她已經應驗是狀元的位置了。 說明朱曉榮當時看的也是對的, 但無論朱服最後得的是狀元還是綁眼, 先後也被人算出來。 看來人不但有命中注定, 亦有造業或行善改變自己命運的可能。 反正無論如何走, 都是跟著上天的安排走。 而且我們再看明明得到狀元的石中, 官衛和名氣就不及綁眼的珠服。 這是因為人的富貴福祿, 不是按人的成績高低, 才能大小來安排的。 而是看人命中帶的福德多小來定的。 這是宇宙的法理, 所以後來石中雖然還狀元, 但命中福氣不及珠服大。 所以她官運和名氣都不及珠服高。 這些事都是在未發生之前被算出來的。 就如今次賴清德的當選一樣, 你還不相信命運是注定嗎? 那如果命運是注定了, 那又是誰安排這一切呢? 好,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